在參加這個比賽的某一天晚上 我在剛練舞回家 然後那時候已經很晚了 然後我都很累 我回家完全不想要講話 我就是我已經想要趕快洗澡睡覺 然後我爸呢就就說 像你你怎麼現在才回來 像你你還沒吃飯對不對 然後我就好對不起我覺得很煩 然後我就就是有點生氣就說 等一下不要吵我 然後我很累 然後我就趕快跑走 然後之後看到我爸很傷心 然後那個他的臉就是 嘆氣 就是無奈的感覺 然後我就突然感覺有點愧疚 是不是不該這樣對他 然後我就跑去跟他講話 就說你怎麼了 然後他就開始會 然後他就跟我說 爸爸知道你很累 但是 爸爸也是有在想說 是不是 不該 不該讓你進來 就是 那麼累的 呵呵謝謝 謝謝 他不想要看到我那麼累 然後 所以才講這樣的話 然後我就是 覺得我是不應該 讓他失望 就是 因為我那段期間真的是很怕 然後 我心裡也有點焦慮 我怎麼唱歌跳舞都做不好 還長那麼肥 然後 我爸 我爸呢就 他那天晚上 就是一直叫我吃東西 然後我就不爽 然後 就是 聽到他講這句話的時候 就突然覺得 就是 我 我不能因為 自己 自己 過不去一個 就是自己過不去一件事情 然後就把脾氣發在別人身上 就突然覺得 就是 就是 只有家人才能容忍你這樣的壞脾氣 就是 家人能包容你 就是 哎呀 對啊 感動 很感動 沒有說下來了 啊之前 之前都沒有講到 我覺得 最能 最能表現 表現的一句話呢 就是 我愛你們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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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表演就是覺得 我想要把熱舞台做好 然後 讓別人 就是 讓別人知道我沒有 很爛的感覺 就是這樣子 但是現在 這種決賽 一樣是想要把這個表演做好 但是 不是 不是 單純的 嗯 我要把這個表演做好 是 我要讓人家知道 我們這個團 嗯 一開始 看那個專輯的時候 覺得他們很兇 會不會 不好相處 然後我就 很害怕 我講錯話怎樣 然後他們就開始討厭我 然後就開始 但是 之後發現他們其實人都很好 我之前是 有想說 有想過想要 當女團 大家一起唱歌跳舞 然後呢 在那邊 團裝 然後可以聊天 然後一邊吃東西 一邊拍影片那種感覺 感覺很 很酷 然後 但是又想到 現實中的問題 然後就想 嗯那到底要不要呢 趁現在來的 年紀還有時間 趕快來 試試看 好 好 其實 好像也沒有很確切的一個計劃 我只知道 我真的很想要 做到一件事 就是 我很希望可以出現在 麥香 奶茶 紅茶 綠茶的 包裝品上面 因為 它對我來說是 國民飲料 對 就是 對很好喝 就是你 吃 那個焗烤飯的時候 然後 你覺得膩你可以買一杯 綠茶 然後 你吃比較清淡的東西 你可以買一杯 奶茶 會嗎 綠茶還好啦 綠茶就是偏清淡 涼爽的感覺 夏天來一杯 真的很爽 天啊 台上就感覺是 屬於我自己的 moment 所以我就很想要把我那個 moment 所以 我就會把自己 感覺放在一個 自己的世界裡面的感覺 然後 那我覺得是 我最理想的我 對對對 但是我台下就會 很害羞 對 應該是你沒有表情看感 就會比較 好 對然後睡不飽 什麼的 看那個評論 像睡不飽的藝術家嗎 對 對 那你是有換鞋嗎 我不是 我就是在泰國長大的台灣人 你是泰國長大的台灣人 我大概三歲的時候 爸爸媽媽因為工作 失業然後去泰國 然後就在那邊到高中畢業 然後 畢業完後就來台灣讀大學 然後 因為我從小就喜歡唱歌 然後跳舞 就有接觸 然後 本來高中也有試著去 就是徵選 在泰國的一些 韓國娛樂公司的海選啊 然後 然後 嗯 那時候就 就去了幾間 然後 沒有通過 然後後來就是爸爸媽媽還是希望我 就是上台 上台大 所以媽媽就 比較堅持我去 去台灣 台灣讀大學 因為我原本是想要去美國 就是多看看世界 這樣子 到快畢業 我還是覺得 好像有一點遺憾 對 所以我就想說再唱一次 對 然後剛好就有遇到我們公司 然後 就到這裡了 從小就是 就是喜歡唱 然後就是 我大多會聽歐美 歐美的那些音樂 然後高中會比較接觸寒流 然後 舞蹈就也是因為寒流 所以我從高中 高一的時候 開始就是 就是自己學 所以如果回去看的話 真的是超可怕 我是直到 來公司培訓後才 真的有從 從零的基礎開始學 對對對 有 他們剛開始就是 還是對我 嘗試這一個方向 還是 不安心 還是會擔心 但是 後來看到我的一些 成果嘛 然後就 也會跟我就是 就是 抱怨啊 或者是 稱讚我啊 然後就是多 跟親戚講這些東西 然後 他們其實滿 現在就是滿支持的 對 對 小時候 小時候 成果 我只是在台湾上以為 我只是想要想到的事情 我只是想想在台湾上学生 我只是在台湾上海 我只是高校三年生 我未來是中學校 我未來的學校 我未來就要學校 我未來的學校 我在台湾上學校 我自己的學校 我是從Dance學校 但是 在學年中,他們最棒的男生和群組合 一起跳舞 所以... 這樣是人気嗎? 我最初的印象是最初的収録 我剛才在第5集中 我真的沒有寝不住 我會練習很多 我會在錄影中的感覺 我真的想要死亡的力 正直なことを話すと 兄弟 兄弟というか家族全員ダンスをやってるんですけど 私の妹が3歳差でいるんですけど 結構二人で行動することが多くて でも妹の方がすごく心の底からダンスが好きなんですよね すごくスキルだったりとかも私より全然あって 私はダンサーに ダンスはすごく好きだけど ダンサーになりたいわけじゃないんだなっていうのを だんだん思ってきて 自分の気持ちを確信したきっかけは妹にあるかなと思います 幼稚園のダンス発表会にしてもそうだし 小学校の音楽会の歌にしてもそうだし いろんな彼女の表現をたくさん見てきたんですけども いつも100点であって これからも100点を続けて いってほしいと思います 愛してる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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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実際に僕はたくさんに私の音楽を観点出したら ちょっと僕開場にバレギットで 前に洗手と これがえーく えいらーく 私たちの音楽を見るよ すごくあったりも その音楽を送ってみたかにして 学びを楽しよう 学びを楽しむ jeweilsは13年 小提琴は11年 一年 十一年 心裡的牽掛 不願放下 想報名的第五二其實是 純粹就是想去嘗試看看 一個舞台 因為我從小就蠻喜歡站在 舞台上面表演 所以那個時候就剛好看到這個機會 就想說抱著一個去玩的心態 然後去嘗試看看這樣 那個時候就突然說沒有滿十八歲就不能參加 所以就變成練習生 詹哥跟我說 他會做一個未來少女 然後就問我要不要參加 然後自己其實也蠻有興趣的 就來參加了 知道 在學校其實就是會被他們模仿 是開玩笑的意義 這幾個月其實 從一開始 我是比較晚才融入他們 因為一開始我 我不是花眼的 紀律時代的練習生的 所以一開始我會擔心自己是不是 沒辦法融入他們 然後也會擔心自己就是人際跟社交的能力 然後跟他們變得尷尬 但其實完全都沒有發生這一類的事情 反而是讓我變得現在比較開朗 就是比之前再更活潑 然後團裡面也是大家都很暖心 一直到最近節目已經快要結束了 我們才意識到 我們已經把彼此當成一部分的家人 然後也是沒有辦法拆散的那一種 在社交的工作 做個部位 做個部位 最多年來的社交部位 這間房子的時候 肯定是在小店 所以當中陽直影響了 所以 不會有機會 過了 憶爛 不幸的 我真的很… 很激烈… 好像很语装… 我想… 現在又要做呢? 我現在也想做… 我現在已經很難了… 就是… 很難了… 我都很難了… 今天我來過來… 我都很難了… 我都很難了… 我很緊張和焦點 我都很誇張了 我都很難了… 我希望你去看 这是人家的机会 不是人家的机会 所以我希望你去看这个 我希望你去看这个 我希望你去看这个 所以我希望你去看这个 我希望你去看这个 我希望你去看这个 其实因为我们 公司会要求我们大家减肥 所以 就是台湾有很多的美食 很多美食 很多美食 快点吃多了 吃多了 而且 我去看很多地方 人生很 dumb 肉圈 我也在培養忘了 暗 Ash 十分好 program 有 Sex , 因為团夷不能試過 我也很興奮 惰傷心 但既然我真的太擅長 我看一看 我看一看 你呢 我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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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身體有什麼好嗎 嗯 其實 阿永是一個很可愛 很溫柔的人 他可能會說 這裡沒多好 這樣子 我覺得不會很強 就是 對我來說 我覺得 為了少女這個節目 這是一個結束 可是是一個開始 就是 我們大家還會繼續精進 我們自己的舞蹈跟唱歌 然後希望最後可以 用最好的樣貌展現給大家 我也想和她 一集都 一集的 一集的 一集哦 我都想和你們 做什麼 各國各地 各地 和各地 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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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知道 就是我們以前培訓就是很可就是 早上八點要在國父紀念館外面 跑在大太陽底下 然後我們都那種對 然後我們女生都是那種大素顏 就是很醜然後隨便穿一條T-Shirt 隨便穿一條褲子 然後她每次頭上夠愛一條毛巾 我們就這樣去跑步 可是女生有覺得她們變很帥嗎 帥啊 我一次回答我 我覺得 嗯 抽離我朋友的身份 我覺得她們很帥很棒 那她們真的有一個人做的嗎 有啊 瘋狂轉發欸 因為我覺得她們就是該被看到 而且我跟你說她們有什麼招牌動作我都知道 像家綺就很喜歡這樣啊 然後嘉誠也會這樣 阿朵 哈哈哈哈 一開始知道我們要參加的時候 她們都覺得很恭喜很訝異 因為她 我覺得我們很了解彼此 我們都知道彼此其實真的很熱愛表演 然後呢其實那個時候我很擔憂 因為我很怕就是出過道再重新上過這個舞台 可能會真的遭受非常多大家可能比較不同的眼光 或是更高更嚴格的評斷 所以我其實那個時候有問過子瑜 有問過家綺 有問過家綺 然後每個人都說 當然要參加啊 這麼棒的舞台 你為什麼不參加 然後每一個都跟我說超多該注意的事項 像子瑜還會那種打一大串 然後跟我說 我跟你說參加這個節目很簡單 就是找到自己的特色吧 發揚光大 然後要小心說話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每個人都超認真給我建議 因為我其實是個超級容易緊張的人 就算在per6到這麼多年 然後剛上這個未來少女的節目 我還是很緊張的那一種 對我是那種緊張直到手汗會這樣流下來 對然後呢 但是到了後期之後我就發現 就是節目快要結束了 我再不珍惜這個舞台 未來也不會有 然後就調整自己心態之後 我現在就覺得上節目就是當晚 就是享受 對然後我就自己有覺得自己狀態越來越好 對因為剛好per6連接這個未來少女 中間不是有一年的空窗期 我就剛好這一年去教課 我就換個身份體驗一下吧 有 就是學生就會很不認真上課 那要幹嘛唱歌嗎 沒有他們就會說 老師就是如果我們認真上課 可不可以唱歌跳舞給我們看 然後我就說 老師是老師 老師 又不是小丑 就我怕他們會覺得跟電視上可能有落差 而且他們是每個節目都翻出來看 他們還會說 老師你余百那個好像沒有玩得很好 余百狼人殺好像沒有玩得很好 就是 會直接這樣講 不要 不要 目前我們比賽結束到 年底應該還是會接蠻多就是商演啊 或是校園演出 就是盡量還是讓更多人看到黑曜精靈 對 但後續的規劃還是要等公司 就是怎麼做 成績 fucking 那些�術 遊戲 她們想說 等一下 先來